连续请闭眼 上警玩家请在五秒之内举手示意 五四三二一 天亮了 本球系全员上警警会流失 所以信息昨夜12号玩家倒牌 请发表一言 我先将我底牌 我底牌是一张平民牌 我自己觉得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有女巫不救 所以我是觉得首位应该是顿住的女巫 然后我自己底牌是一张平民牌 好吧 我自己底牌是一张平民牌 然后因为现在嘛 就是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信息 我是第一个发言 我自己觉得刚刚全员上警的时候 因为刚刚全员上警的时候呢 二号跟三号叹了一口气 比较像好人吧 因为老人肯定觉得一轮发言嘛 可能无法判断编 我觉得二号三号这个叹气比较像好人 但是我没有听过发言 然后我自己底牌是一张好人 我就把一个底牌交了 我去一张平民牌 然后我就过了 十二号人家也接受受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十二号人家请离场 可以 给十二号人家系个头十 谢谢奶盖 谢谢小学生 谢谢明明 谢谢卓妍 谢谢燕青 谢谢洛克斯 谢谢大家 十二号人家请离场 本周期请回流失随机点数 由八号玩家开始逆序发言 七号人家早发言准备 八号人家请发言 我都是不是老人 为什么一直看着我笑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开心 十二号玩家单死 你看啊 要不然是那个 首位顿了 女巫救了 要不然女巫吃刀给十二毒了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 是女巫被变了吧 我觉得这个好像 可能性更大一些 在这个板子 我们好像一直没有遇到过 因为每次女巫都是好女巫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要分析 所以有可能我们这把好人 先天就烈食了 聊到这里我心里就更难过 因为我不是那个女巫 我是那个平民 所以我感觉我们就剩三个神了 为什么老天 永远不让我做那个傀儡呢 也不让我做那个狼人呢 每次玩这个板子 我心里都很难过 我觉得果冻有一点像狼啊 我有点 对我要仔细听听 四号玩家的发言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高兴什么 好人内心不都已经在滴血了吗 你很高兴 三号玩家也很高兴 我觉得现在在笑的都是狼人 好像只有三四在笑 那我打一首三四吧 然后那个 听一下狼人家发言吧 好吧 因为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可能是女巫变了 所以也许本局的狼人家 就是真的狼人家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对跳 没什么了 我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这怎么了 这是黑了呀 我觉得是女巫被傀儡了 女巫被傀儡了 然后 然后八号玩家为什么那么高兴啊 终于当了把傀儡 这个事很突兀啊 但是这个事因为八号玩家发言 发言言了 那他也不能再说话 我就 我就只能靠我传递给大家了 八号玩家看牌之前 跟九号说你把我变了吧 我是女巫 那时候八号玩家还没看牌呢 八号玩家看完牌之后 不是话了 就入业了 能有这么巧呀 因为我底派是好人 所以你要说出 那你要这么爬的话 如果八号真的是那个变了 变了傀儡的女巫 那我们黑了呀 那如果我们盘八号玩家 是傀儡女巫 今天就是79PK嘛 对吧 后面如果有 后面女巫也不会跳了 那你说这东西 他感觉也没那么巧 但是 但是我又想 我们这个好像今天出不出狼枪 好像都没意义 因为女巫 如果我们确定女巫被变了 这都不是女巫吃刀了 我们往坏了 想女巫真被变了 狼枪我们就算最后一天出 比如说刘豪佳是狼枪 比如假如刘豪佳是狼枪 我们留不留他呢 没意义 我们无论是先出六 他有一枪 先出 比如他是变了的女巫 我们先出八 他有一刀 枪和刀 相比较肯定还是先出 刀 刀能被守卫守住 所以还是最后出狼枪 你要跳 我希望你能跳 因为你跳了的话 那有可能是什么奶死的 然后我有可能 还有可能是被变了的亏赖 我这把挺想当亏赖的 八号玩家不太行 太高兴了 八号玩家感觉有问题 但是这个翻顺序 这个翻顺序我提醒一下 我们一会就直接搂人了 可不是景上环节一会 什么跳过于原家好家伙给狼发个金本 那就黑了 尤其是陈迪卫的九号 尤其是陈迪卫九号 所以 所以我希望九号玩家 注意一下上司记住自己那问题 但如果没有什么 就外出位如果没有的话 那也没办法 我这个位置也不能说 分辨什么东西 我只能把我自己 能够告诉大家的告诉了 接下来就看后边人盘了 好吧 后边 三十秒 这个翻顺序 后边陈迪卫的兄弟们盘 我们一定好是能赢的 行我过来 六号再去翻译 谢谢投资之前我只问你一句 你不会贼喊捉贼吧你 不会踏实郎你是女巫吧 先问吧 你这小小怎么有一种 我好像说对了的样子 你这个 我就随便猜的嘛 谢谢车车 谢谢路卡斯 谢谢小鸡 谢谢JY 谢谢孤城 谢谢丸子 谢谢车车 谢谢车车的头石 八跟七的发言 都有一些怪的地方 是八号研 莫名其妙跳了个平民 都已经这样子 跳平民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跳身份啊 没懂啊 对吧 你不能说我跳个平民 是想告诉大家 我不是那个被编的女巫 你说了谁 没人信啊 这个东西 但狼也一定会知道 你就是真的是个平民 排掉了 或者去考虑 你是不是什么守卫 你跳身份是没有意义啊 还是给外面的狼去排坑呢 至少给了信息的 对不对 如果觉得你挂身份 说不定觉得你守卫 跳平民躲刀 这都是给了信息的 不跳我觉得是最好的 然后七号研发言的问题是 觉得八号研有可能是 真的是被编的女巫 一开始其实说 有可能79PK的 最后就 发言对七的那一段 对九的那一段 我感觉好像又默认九种好人了 等会儿那个 那个就你就归了 我们就开始low了 什么这样大的 你low他呀 还让他low呢 low他呀直接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 但是的确 古动当时笑的 的确是像知道点什么一样 上次你这么笑的时候 是小时赛 你带刀带了个女巫 然后女巫死了 读了个好人 你的确是控制不住 一直在笑 本就细不会 你让你开心到了吧 不会是老叔子 是个狼给你变了 不是我也想带我带我弄一下呀 我不能每天都觉得自己是傀儡 然后不是傀儡 对不对 变一下 变一下 带我玩一下好吧 反正这句游戏是玩不了了 哎 反正也玩 以后也没机会了 下周感谢也不玩这版子了 这都每次 这版子每次打完十一点多了 那我说好人啊 那个 后面弄呗 七八五就肯定不是双狼的组合 哦 肯定不是双狼的组合 我觉得啊 如果错的话就当没说 因为我觉得要么 一狼一好人 要么一狼一傀儡 然后因为七打了八嘛 我也不太觉得会两个好人啊 但是双狼组合应该不太有 所以后面肯定还有狼 然后可以有 可能在后面里面投吧 嗯 可能在后面里面投 嗯 然后我是好人 好人 好人很难赢 后面想说好人毕胜 想想这句话说不出口 那个 祈求 我 期盼 希望 许愿 本局的首位 可以塞一下 好吧 我不知道首位是谁 我算往私里塞一下 好吧 但也有可能 我就是那首位啊 过来 我先谢个头十 谢谢车车 谢谢屁皇 谢谢茉莉 谢谢赫赫搭 谢谢小机械杰娃 谢谢车车 谢谢卢卡斯 谢谢车车 谢谢瑶尔 好努力地听一下 六号玩家的发言 整个听感是偏良性的 且没有对我说一下什么 那我觉得应该 七号玩家说的那个 就是他说的大概率的真相 就有可能像是 女巫被变了吧 因为十二单死 然后三种可能性 八号玩家也聊了 要么女巫不救 这个几率很小 要么女巫被盾了 毒了一个 这个有几率 但是也不是很大 所以最大几率 还是女巫直接吃变了 我前这位听 我觉得六号玩家 像好的 七号玩家 真有可能 我觉得七的身份啊 要么是狼 要么是被变女巫 这是我对七号玩家 发言的那个听感 因为正常起来 就是盘三个逻辑 所以八号可能 比七号好点 我觉得七号玩家 狼或者是被变掉的女巫 六号玩家好人 六号玩家好人 就他那一句 我希望这句好人获胜 首位暴C 我觉得就 心态上就像好人 我是好人 反正 不是 如果本剧游戏 真的是像七号玩家说的 女巫是吃变 那起码预言家的发言 是真实的 就大家不用再去思考 预言家有没有是一个 被变的一个傀儡预言家 所以预言家不是还没跳吗 不要散播一些恐怖的 一些氛围 对吧 所以听听预言家的发言吧 然后到莫这位不是 确实今天没有一个可以订票 那只能个评本是投了 最好预言家有查杀 因为预言家被变的几率 不是很大嘛 对吧 我就先过了 靠发言吧 我觉得前这位七不太好 六十号人 过了 四号 谢谢ZNO 谢谢奔奔 谢谢热狗 我先说一下 我笑不是因为我是狼人 真的是因为我笑点太低了 开牌的时候 我听到八号说 我是个女巫啊 你把我逼一下 然后起来 我就听到十二次了 然后我就看八 我就说这么明目张胆吗 但是 但是我又想了一下 她如果是一个女巫 这么明目张胆也不太可能 就是把傀儡的身份告诉大家 但是我只是看她 就是如果她真是个好人 说中了 我觉得她挺牛的 然后所以我就 一直看她笑啊 不是因为我底牌是什么 然后前这位 我觉得七八可能开一个吧 然后六的听感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比较像好人 然后五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也偏良性 就没有觉得她发言很像 包括她聊那一个点 她说 最大的可能是女巫吃遍了 然后没有旧食啊 所以越言家的验人一定是真的 就不用考虑傀儡欲 然后就是比如说越言家 发了个茶叉 考虑这个茶叉是 真茶叉还是假茶叉 所以我觉得五号玩家发言 还行 然后至于那也 大家也不用担心 就是自己是不是被变傀儡了 我觉得这局好像 没有之前那么烧闹吧 然后这是我给前 我听感前这位是这个样子 但七八谁 谁具体是狼 我是真的没太听出来 然后听一下后面 越言家抱怨人吧 我希望那个越言家 和金水的距离可以拉开 然后这样 比如说金水 在墨池未归一个票啥的 也挺好的 应该会有对跳吧 我也不太清楚 然后我只是猜测 然后我就过掉了 我是好人 参考虑那些 我用了十时茶叉 然后 锦辉流有用吗 我想一想 锦辉流 女巫 女巫 女巫被变了 女巫被变了 如果七的底牌是好人 八是如他所说被变的女巫 但七说八在没看牌的时候 就说自己被变 然后他正好就摸了个女巫 不说话了 有没有可能七跟八是两个狼 七八十三个狼 十号玩家一会儿原地起跳 七是狼 八是傀儡女巫 十是狼 外主委再开一个 五号玩家跟六号玩家 像两个好人 四五六像三个好人 不是为什么每次 我都要在这个板子玩预言家呀 然后今天连 今天连女巫都没有了 昨天可能是个傀儡守卫 今天好了 直接告诉我是傀儡女巫了 那个 守卫守一下我 守卫守一下我 好吧 我今天吸取昨天教训 直接宴一首七号玩家 直接不给狼人空间了 没办法了 因为 玩不了了 玩不了 七号玩家还散播恐惧 什么第一天 第一天出个 出个什么小狼 再出个小狼 这莫之卫 这九号 十是个狼 九是个啥 我还不知道呢 希望九号玩家是个好人 能战鞭我一下 行不行 九号玩家 上把我们不同身份 这把我希望我是个好人 你也是个好人 十 我有没有可能是傀儡预言家 十是好人 你应该不是 应该是个傀儡女巫吧 景辉留还是留一个吧 你俩都这么眼瞳瞳的看着我 你俩一会儿站边 我往前面留 这前面好像也不用留 这前面 四五六七八 把小狗都演了 把小狗都演了 好吧 叶一首四 后面就直接交站边 后面就直接交站边 好吧 觉得我是就站边 今天就投十 十是我叶出来的 他一会儿狼翔起跳 我们也投他 那咋办呢 前面我分不清 七八五六七八 他们之间的格式 他们一会儿要在 十跟三之间 做分辨的呀 对吧 十跟三 他们得投 投一票出来 我不就知道了吗 还有种可能 把十卖了 把十卖了咋办呀 把十卖了 把十卖了 反正五六七八当中开狼 五六七八开狼 那首位你就自己去博弈吧 以我昨天首位的 我自己的感觉 很难博弈过 咱们就尽力好吧 打一个尽力局 保证我们的投狼率 投一个狼就行 把十投了就行 好吧 为什么演十 这十好作作呀 每天玩个狼在那 活到最后 赢没赢不了 对吧 给你直接验了 没了呀 还要说啥 验个四 警惠留也留了 验人也报了 五六七八 是不是得拆解一下 我个人倾向于七是狼 八是傀儡女巫 我个人倾向 七那地话实在太明显了 八也太明目张胆了 好吧 我觉得可能是五六两个好人 七八两个狼 十是一个狼 八是傀儡女巫 八十人到 二号那是八业 我七号十一号夜 我演了三茶茶 我来救你了 我觉得十跟三不太能是狼茶茶狼 因为我觉得三号玩家 一定是在后置为博杀预言家 但是他没博仲 然后我验三的心路历程 是我开牌敏的李四号是狼 我想去对对答案 看自己能不能是傀儡预言家 就假设我如果验出来 他是金水 我可能第一天会考虑去外置为报 但是我验了三日茶茶 而且白天星期起来 女巫疑似被魁 所以那个我就一定不是傀儡预言家 我确实验了三日茶茶 然后二跟十是两个 我不需要出来救十号玩家 把自己卖出来嘛 然后我去想验到七号 是因为井上四五 首先四五同时保掉了六 然后我会认为六号玩家 是身份比较高的玩家 然后四五六三张牌 对于七八的拆解是七跟八里 一定会有狼 所以我在七八里 选择纪念到一张 我想纪念七号 是因为我对七八里 可能八更有好感的点 是八号玩家说 三四笑得比较开心 三四可能是两个狼 所以在七八里 选择纪念到七号 然后纪念十一 是因为我觉得三号玩家 是在后置为博杀预言家嘛 我会觉得后置为 还有三号玩家的匪徒同伴 然后在九 那个九十一一里 我可能觉得一 比较像好人 所以就在九十一里验一个 然后九号玩家 听他陈迪为战鞭 然后十一号玩家 比较想进井为六 有点是 在三发言的时候 十一号玩家吃烤鸭 吃得可香了 根本不需要听 我们李斯老师发言 什么意思啊 你憨跳狼队友在憨跳 你不用听他发言 判断他是不是 是不是啊 所以我想纪念十一号 然后 九号玩家就听听陈迪为战鞭吧 然后我觉得十跟三 不能 百分之八十不是狼茶杀狼吧 我觉得六可能是 好人 因为六号玩家身份比较高吧 然后七八里经验一个七 井后经验一个十一 可能比较像好人 不给死啊 不给死 然后三是茶杀 今天我们 他是狼枪 我今天也得投他呀 因为刚刚七号玩家 已经分析过了 那个 我们不管是把狼枪留到最后 还是留到傀儡前面出 都是有刀的 所以是无效的 所以哪怕今天三是个狼枪 我今天都必须要投三号玩家 然后就投一下三号 如果三不是狼枪 麻烦守卫守一下我 让我能有一天验人 我把七号玩家验出来嘛 现在没了过点 一号玩家请发言 哎 他是狼枪 你也验不了人 就最后这句话有点奇怪吧 他不考虑 三是狼枪 他能验人吗 验不了呀 哇 他俩都把七留在第一警会留 好奇特 大家都有一颗想赢的心 这次能看出来 然后 他们都居然都给六好人 我当时也觉得四五六里 都比较偏向好人 有狼就是七八九那个位置 七先说九是狼 七九PK 最后又说 后面三个兄 后面的兄弟们 肯定能带我们走向胜利 他不是觉得九是狼吗 归票位不是九号吗 听完是有一点点奇怪啊 谢谢热狗 谢谢袁宝 谢谢袁宝 谢谢杰姆斯 谢谢卢卡斯 谢谢白玉盘 谢谢袁宝 谢谢热狗 我听完十的发言 投票吧 我比较轻 可能是二相一点点吧 视角也像 三号 你的问题是 为什么叫后面人 直接交战边 你为啥 你当时就跳了你一个人 那我发言的时候 十还没发言 那万一十个你对跳 那我咋在这直接交战边 有一点点难分的是 我觉得三十个狼 会不会直接保掉 四五六三张牌 因为他跟我听的也差不多 我也听的四五六 比较像好人 假设一会儿 五六真的是好人 直接说三十狼 那他不是一秒死吗 所以我在想 他是狼 会不会去保五六 而且你自己说了半天 你说验一下七号 吸取昨天的教训 然后聊着聊着 又去验四了 你不觉得四五六 都是好人吗 那到底是验七还是验四 他这块没有说太明白 所以觉得二相一点点 我听十发言吧 十特别诧异他当时 我觉得他有可能 是不是觉得 自己被变了 然后他那个 三给十发 查杀的时候 十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 那十是个好人 肯定开心死了 第一次在大世代 好人接查杀 你如果是好人的话 但是你 思考 你是不是不知道 自己被变了 或者是觉得 有可能三被变了 怎么样 这板子的特殊性 我要是站面二 那就是二跟十二 都是确定的好人 我是一定没有被变的 所以我就停一下十发言 最后只能在二三里头了 他们对挑了 我过了 十一号再次发言 谢谢易宝 谢谢白木木 谢谢刘陶陶 谢谢鬼迷心跳的姑姑 谢谢白格 谢谢路卡 三号肯定是逻辑匪徒 他做不了预言家 他点的狼坑是七八十 然后厌四是什么意思呀 七八十 七八十为三匪 六九十一 就一定开狼 厌四 厌四不一定是好人吗 在他眼里 他认为四五六 这三个号人 是怎么保下来的呢 他警惠都开到四 就是爆炸呀 对吧 他点的狼坑是七八十 我们为林侍从的板子 七八十为 七八十为三狼 那最后一狼只能开到六九十一 怎么能验到四了 所以你发白言 肯定是狼王 就是 我想想啊 你是狼王 你打的很有可能 都是你的狼同伴 所以七八我也没太放下 四号有可能是你变的狼人 因为前这位我听八号玩家起身发言 确实有一眼像狼的 八号人家起来说他自己是个平民 然后问四号为什么笑 其实八号笑的是最开心的 所以四号没有八号笑的开心 他就一直很高兴地问四号为什么笑 所以八号一开始发言我也没太觉得他像个好人 然后七号玩家就像六号人家说的 他前面认为八号如果是被变的九就有可能是狼 然后后面又认为九又可以有归票的权利 认为九在那个位置就要归了 所以七对九的身份定义可能也是双重的吧 三号肯定是狼王 我不能接受他警惠六验四 他点了七八十三个狼 然后警惠六验四我肯定是接受不了了 我觉得一是好人二是冤家 十就是反向金 九有可能是卖出来的好人吧 那就是五六里面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你验吧 反正你就是刘七嘛挺牛的 刘七太牛了 然后别的就没了 我觉得独一听八页三不可能试试 就没了过了 十号呢 你看有十一这样的好人同伴 好人就不可能输 发现逻辑多正啊 三号玩家肯定是狼枪 有本事你一会就不要带预言家 你就外周围带 看你能带中谁 身份我也不给你教 你就猜猜我是啥 然后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七八得开狼 因为七号前这位是 他说七九PK的点是为了攻击八号 他说八号可能是傀儡 所以七九当中出狼 今天七九PK 但是最后一段是觉得九号为好人 他说九号 那个好人跳预言家 不要在预言家给狼人发金水就行了 所以他言下之意 不觉得九号为狼 所以他说七九PK这一段 只是单纯的为了攻击八号玩家 所以我觉得七号玩家 可能觉得八号玩家不太好 然后四五六是 六号觉得七号不太好 五号觉得六号还行 七号不太好 四号觉得五六还行 七号不太好 但狼只能有三张 对吧 就明狼 红狼只能有三张 三已经占了一张 所以四五六三个人都攻击过七号玩家 所以七号玩家可能是七八当中的狼人 然后三十一张 汗跳狼人 然后后置位 他为什么要选择给我发茶杀 可能是在拨杀 可能是狼枪要身份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九十一当中开狼 但是我是 那个视角可能会锁定在一和十一 因为九号玩家 首先七号玩家就不觉得他是狼 七号是狼 是好人 都保过久 那九号就不在第一天的视野里 其次是我看到三号给我发完茶杀 九号在看我的表情反馈 完事了 又看三号的表情反馈 我觉得他好像像个好人需要斩鞭 所以我觉得九号还行 我不保他 他也可以是傀儡八十郎 然后呢 前面有打错的 或者有好人以为自己是傀儡之类 产生比较复杂的逻辑关系 可以是这样 但是至少第一天 我觉得九不太像 所以我目前觉得三号 七号 一十一当中开一个 至于傀儡的位置 不想找 我自己是好人 那我既然觉得 然后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傀儡 因为首先我觉得九号是好人 不是红狼 然后十一号玩家 刚刚的发言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至少他发言的时候 大家都在哈哈哈哈 对吧 他如果是狼人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所有队友都在笑 肯定是好人 发出了一些 就是狼人开眼 知道的不对的逻辑 或者是不对的东西 才会有很多人在笑 所以我觉得九十一都是好人 那我就是纯种好人 所以我肯定知道三日汗跳 但是也不是说 是狼枪必须得归狼枪 其实因为可以看守卫 比如说他他万一带中守卫了 就死输 但是如果他没带中守卫 就就让他到最后一天出 也是有机会 让守卫伯中平安宴 但我觉得你就带不中守卫 因为我有可能是守卫 我就不管了 一会儿万一一会儿拳头三 有个什么一个人一行票 那个人就肯定是狼 比如说七号玩家 一会儿单票挂一个守卫 三号说我就带他 那肯定是有大问题 这种不允许这么玩啊 然后没了 我说好人 这么装备 接了茶沙身份不交 还保我是好人 就因为我看了一眼 我为啥是好人啊 但是我的确是好人 鬼宝 鬼宝 我都怀疑我的耳朵出问题了 三号说要验四吗 是还是 他不是说要验七吗 难道是我耳朵出问题了 鬼宝 然后 十一号 说三号验四是逻辑爆炸 那边人咬马翻了 你没发现吗 还聊得下去呢 肯定有问题啊 鬼宝 肯定是聊 聊错呀 我以为我耳朵出问题了 好像是你耳朵出问题了 然后 十号他的发现 我觉得逻辑有问题 首先他保了我是好人 我的确是好人 他开口说十一是好人 你说有这样的好人同伴 怎么怎么样 对吧 你是说过这个 其次啊 你看你点的狼坑是一三七一 为什么是狼 三是狼枪 你在外这位找的定狼是七号 那今天就投七啊 你是好人 现在有可能是女巫 被那个傀儡了 对不对 因为十二死了 这一圈 我是最后莫这位发言 也没人跳女巫 所以女巫很大概率 被傀儡了 你这种情况你可以补调 但是你可以说 那他是狼枪 好人 你是 如果你是接了茶杀的好人 二号是 你视角二号是预言家 二号没觉得 你们俩是狼茶杀 他80%不是狼茶杀 你这个位置 一没拍身份 我觉得这说得过去 但是你再说一下 你为什么不拍身份 二 你说他是百分百的狼枪 你是不是应该 今天归七啊 一七是不是一七PK啊 那你点的一三七 为三张狼 那其中是三张底牌 为红狼 还是有可能有傀儡狼 好你没说 你认为三是狼枪 我默认你认为 一三七是狼 那七跟八 是不是有对理关系 因为你说七八只开一狼 那六是不是在进视角的 六是不是在进视角的 对啊 你也没说呀 因为你得找傀儡的位置吧 你接了茶杀 首先你说三是狼枪 你没外置为了找小狼 其二你没拍身份 没说为什么不拍身份 第三你保了九十一 为什么保了九十一 这第三点了 第四点 然后第四点是 你没找疑似傀儡的位置 你没点底牌为红狼 或者疑似被傀儡变的位置 主要是我最不满意的点 是你为什么说一是狼 我不觉得 你那个位置 能直接保下九十一 说一是狼 因为你的顺过去的方法 是你觉得一九十一开狼 然后觉得九项好人 十一项好人 所以不觉得十号 十号发言我没听证 但是我作为默认为 现在好人是疑似 是肯定没有警惠 疑似有傀儡女巫的情况 我会归三十PK 我可能会投尸 我可能会投尸 因为他发言我没听证 我觉得他可能未狼 因为我 逻辑原因我都说了 我可能会投尸吧 那我会认为 二号跟十号可能是两狼 十号跟二号是大小狼 那不然想想 那就不能归十了 因为他是狼枪 他自己跳了 因为我 我可能会投尸吧 因为我单体听十发也没觉得 他一定想好人 真的 逻辑我已经聊了 反正我会归三十PK 我归三十PK要逛 送完家发言起诉 送完家请再推 做好投票准备 本究期请会流失 送完家请自由投票 三二一 请出票 一号二号五号六号七号十号十一号 投票给三号七票 三号四号八号九号 投票给十号四票 三号人家七票出去 请发表一言 谢谢Lucas 谢谢Alice爱 谢谢玉米哥 谢谢海绵 不是 那个什么 晚上不是说好的 单票帮我挂一票了吗 我也就不指名道姓了 为啥不能单票挂一票 现在已经傀儡女巫了 咱们就玩个帅的 不行吗 我也不说谁 你们心里有数好吧 点出去 他们一会儿又把那人保了 那没办法了 那我开枪 没办法了 那怎么弄 我本来想玩个帅的 现在坏了 哎呀 我想想 我们酝酿一下 要咋 别冲了 要咋 你投的谁啊 你不会投的石吧 我们四郎裸冲了咋办 怎么裸冲啊 小果冲啊 小果冲啊 小果冲 小果冲你别冲了 小果冲没人怀疑你 哎呦 这咋办 那只能打预言家了 那太不靠谱了 但是啊 我在打预言家之前 我得 我得 我得有点担当 先把我认为的找出来 对吧 不然别说一点贡献也没做 虽然打肯定打预言家 不然万一打个平民多尴尬啊 我觉得这小六 小六不好 小六不好 小六有点问题 小六每次玩这个板子啊 他都要那个 我以我血 见轩缘 你知道吧 这把不来了 问题很大 这小六问题很大 然后二十余言家 傀儡女物我们自己已经知道是谁了 还剩一遍 这十一不行 十一你可以打我 但你打我逻辑不太对啊 我说七是狼 八是傀儡 十是茶茶 你说他们三个是狼 什么外作业言 我听的就不得劲 然后 还有谁啊 还有那个一 我点两个一六 包有一个是谁 好吧 包有一个 当然你们自己看 我就把二带了 你验七 我们狼大哥给你们留空间 你还验七 我接受不了这个实验室 你验七身份验出来 我还玩很爱 我们发动机能 你验结束了 三号玩家应该结束之后发动机能 五 三号玩家可以发动机能 二 二号玩家被四号玩家带走 二号玩家请发表一验 我觉得八肯定是狼 然后是原始狼还是傀儡狼 我们都要出 我现在的问题是 八号玩家是狼 四号玩家是狼吗 因为我觉得八是狼的话 八攻击三是因为三是狼枪吗 但四号玩家假设 跟八号玩家是两个小狼 八会攻击四吗 但如果 如果排除四狼裸充 四跟九里一定找一个好人 我肯定是 可能会找四号 不太想找九号吧 因为九号玩家 陈迪为打十的逻辑点 我自己是没太听懂 说十号玩家 没有给他找小狼 可是 那你觉得十号玩家 要找的小狼是谁 是七号 你觉得七号是狼吗 如果你没有觉得七号是狼 就也不用去要求十号玩家 要找到七号是狼吧 我是觉得 而且我作为预言家 也没有一定觉得 是百分之百的狼 七号玩家可以完全放吗 我自己是肯定不能完全放下的 因为 因为 我现在回想起来 七号玩家说 不管狼枪 狼枪跳不跳 都要投狼枪 所以有 有一点点质疑 是 七号玩家今天疑似让狼枪出在台面上 虽然最后是我规答 但是我要把这个事情提出来 就七号玩家提过今天 看跳的那张牌 不管是不是狼枪 就算是狼枪也要出 然后我是提出来 大家事后回想一下 十一号玩家 这么坚定 今天 你是好人就太厉害了 你是好人就非常厉害 是好人就非常厉害 然后我也觉得 一可能比较像好人吧 如果不是四狼 我从四九里找好人 可能找四好吧 因为我觉得八是狼 八公鸡的三四可能不是两个狼 其他卖狼我过掉了 二号的演员结束 这方智能 五四三二一 天黑请闭眼 首位请睁眼 请选的建议要守护的玩家 首位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 哦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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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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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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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